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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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躯体带来了永恒的片段 身体是灵魂的信实 在身体里 你携带着灵魂记忆 这些记忆的来源远早过你当前生命的童年 你带来了来自其他生事的多层感觉 通常是在前意识的层面上 这些感觉包括创伤性的经历 这些创伤性的经历是灵魂能量中硬化 僵硬的部分 你的真实本质之光 无法触及过往生事中的这些部分 所以它们仍然缺失光 因此 它们就像你腿上的一个球和一条链子 像你肚子上压着的一块石头 或者任何你想用的词语 你自己的一个硬化的面向 它无法自由地走向新时代 它们要求你现在转向它们 用你的爱和智慧围绕着它们 当地球上的许多灵魂 感到它们被鼓励去回到它们的家园 回归它们的真我 正是在这个时候 旧的负担 通常来自其他生事 想要被看到 而你们现在已经准备好 去开展这部分的疗愈 这是一件你不经常意识到的事情 你已经准备好 去转变这些能引起灵魂暗夜的置身部分 我所说的转变它们 意思无非是让你的意识之光流向它们 我并不是说 要你们发力琢磨自己 不是说你们要深入挖掘过去事 并试图分析每一件事 而只是简单地承认在那里有什么 就是现在 并允许你的意识之光照射到这些暗化的部分 现在让我们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 来开展这个疗愈过程 我想首先说服你 你完全有能力看到自己最黑暗 最深的部分 并转变核释放它们 你比这些受创伤的部分 要了不起的多 但你首先需要意识到你的光 你可以通过于你所在之处的光芒万丈的太阳 建立连结来做到这一点 你不仅是太阳中心的一个无限存有 是神的永恒显化 你发出的光线也是无限的 越来越多独特的可能性出现 引导你的能量到新的地方 以便收集智慧和内在丰盛 当我们现在前往丧尸光的一个部分时 要对你光芒四射的自我保持觉知 我用现代时态谈恶光的缺失 因为它正发生在当下 前世未熟之物 来生必还于你 这不是作为一种惩罚 也不是出于评判 而是来自内心的渴望 极希望这部分得以转化 以便他能释放出他所携带的领悟 因为每一次经历都蕴含着一个洞见 一种收获 一股治愈的力量 当你像从黑暗中出现的某人或某是躬身时 要对你的灵魂有意识 并抓住那道光 来自黑暗的他们可能会感到非常失落 孤独 被遗弃在寒冷中 如此长时间缺乏光的某物或某人 也许你的内部分甚至不想靠近 因为他觉得他必须保护自己 他把你发出的光视为威胁 因为他感觉无法纳入那么多的光 跪在那个存有旁边 或者不管他是什么 一个孩子 一个流浪汉 一个恶魔 甚至一个怪物 没关系 跪下来 同时抓住你的光 同时抓住你的光 告诉那个存有 我爱你 你 我回来是为了救赎你 我到这里是为了找回你 是时候回家了 我们需要你 没有你 我们无法继续 伸出你的手 与之相连 不要忘记 这部分也想回家 即使他可能抗拒 即使他不信任 在他的心中 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想回家的冲动 这是你这被疏远的部分的唯一解决办法 告诉这个部分 只要有必要 我会一直等你 要有耐心 当你跪在那里 作为一个光明天使 作为你灵魂的信实 感觉正是如此 感受一下你有多耐心 你对对方的情绪理解有多透彻 感受你如何理解自己受伤的那个部分 如何用爱拥抱它 没有应该 没有期待 没有匆忙 没有压力 感受一下你是如何如此了解 你对面的那个存有 因为它是你的一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存有是你创造的 是你的孩子 你希望尽你所能让这个孩子 再次茁壮成长 再次相信生命 别忘了 你不必和这个孩子一起受苦 你在那里 带着你所有的力量 和你所有的纯真 做一个光明天使 当你坐在地上的时候 展开你的双翼 接受那坐在你对面的人 这是你唯一需要做的动作 相信那个存有内心的冲动 他也想回家 尽管在尘世意义上 他需要时间来克服他的阻力 克服就有的失望 悲伤和幻灭 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给这个部分 他需要的 应得的时间 只有通过这样无条件的接受 这个孩子才能回家 胁迫和压力会是得其反 你只需要在那里 不要忘记 当你进入这个过程时 它不仅仅是你独有的 如果你看看地球上 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 就不难发现 为什么人类遭受了 如此多的创伤 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和斗争 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它们往往是如此之深 以至于它们 已经成为星体层的一部分 那是你在地球上过世后 所到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在尘世生活中 不转变一个情绪创伤 它会附着在你身上 它想要回家 它知道 如果它想要得到救赎 它必须和你在一起 灵魂经常选择 在地球上重生 以便宇宙的创伤连结 但这是在有可能被治愈的情况下 这就是现在地球上 你们中的许多人的情况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你将在此生遇到各种情况 通过人或情况 通过这些 你内心的疚痛被激活并浮到表面 因为你在灵魂层面 在你所位于的太阳中心点 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一旦那种激活发生了 你发现自己陷入了非常深的层面 超越了在你生活的表面所发生的 然后你要么陷入这些深且暗的层面 要么你可以转化它们 你可以做选择 只有人类才会这样 一开始 你可能会陷得很深 会再次体验那些 你曾经在一个或多个其他生事中经历过的可怕的感觉 那就是重新体验它们 然而 这个过程的艺术在于放下过去 通过灵魂之光来看待这些情绪 我知道你会说 但这太难了 我被拉进去了 被拖垮了 地球上的氛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也没能提供太大的帮助 因为在人们中间 仍然有那么多的负面性和恐惧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是和光者 你们正在带来新的时代 要意识到你的力量 感受太阳的光芒 那是你的本质 它无限地照耀着 尘世的痛苦能创造出深深的黑暗 而你比那更伟大 你可以让光明照亮最黑暗的地方 因为那是你内心深处 想要发生的事情 为你们自己做这件事 是你们灵魂此生的一途 并且通过为你们自己做这件事 你们也为减轻地球上的集体负担 做出了贡献 因此 我请你们现在将你们的光 延伸到过去 不仅仅是到你们的过去 也到人类的集体过去 毫无疑问 过去没有结束 它还在这里 它仍然存在于地球上的一大群人之中 他们不断地对就有的恐惧 偏见和不信任做出反应 这些恐惧 偏见和不信任不是现在产生的 而是有着非常古老的根源 正是这些人不得不处理 从多次声势中积累起来的未经处理的痛苦 也许你现在会想 但是我做不了这事 我不想这样 这对我来说太沉重了 待在你的光里 感受你的阳光 你不必自己承担痛苦 你不必受苦 你只需要待在你的光中 并让它照射出来 通过这种方式 你向自己重申 你不是那个阴影 你不需要生活在那个阴影里 你是地球上星光的使者 通过这种方法 你让自己变得伟大 想象一下 你站在地球上 是一位巨大的光与温柔的天使 展开你的双翼 要敢于做伟大的人 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想象一下 你赤脚站在地面上 让你的天使之光照射出来 看看那些仍然存在于 人们内心的痛苦 把它看作是你面前的一团迷雾 一种阴暗 压抑的能量 但不要踏入其中 你只需要观察它 让你的光流向它 你不需要逃离它 因为你已经在另一边 看看你所散发的光 温柔 同情和耐心的能量 是如何被接纳的 你是地球上的 一名光之工作者 这意味着 在人们当中带来光 天使的光环 由于你的存在 微光开始在恐惧 悲伤和孤独的迷雾中闪耀 心灵开始敞开 你的光让一切变得不同 有时你可以亲眼看到效果 但通常你看不到 然而 不论你看到与否 它总是会发生的 相信这个过程 和你在这里的事实 不要害怕黑暗 不要害怕阴影 相信你自己的强大力量 这是我对你的呼吁 在这个时候 我所说的选择是极其重要的 你们已经准备好 选择光明 不要退回到旧模式的重复中 而是为你自己和他人 创造一个新的模式 把你的意识 集中在你内在的有力 光明和柔和的部分 然后你就能做任何事情 一切就都可以流经你 也应该流经你 你的光 不会因黑暗而减弱 它会变得更强 这就是在地球上 承载光的真正意义 我与你深深相连 非常感谢你们的临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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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